欢迎您再度来到终于商场家 我是你的速农师热手小猪 今天我们再度借出来这台呢 我非常欣赏的KIA All-New Colorboard 而且这台又是顶级的七人座 但是它到底比起同级对手 尤其是Toyota的SINA 以及往下攻击的Honda Odyssey 到底多了哪些配备呢 今天就要帮您介绍五大设计的亮点 走 看一下 顶级七人座比起的尊贵七人座 贵了26.1万 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两张 Automan的顶级座椅 它可以一键启动轻松模式 缓顾的下躺 而且它前方的腿靠也能够抬高 抬高到最底之后呢 而且还能够拉长 那么你的腿完全有支撑 而且轻松模式 这就是Automan座椅顶级的享受啊 当然讲到这个柴油车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宁静度很重要 现在实测它的怠速呢 可以达到36分倍 38分倍 等于是汽油引擎的一个感觉了 真的是非常棒非常安静 难怪人家说买柴油车呢 以前最怕就是那种大大声啊 这台车则是完全感受不到 而实际呢 上路彩油门 瞬间 起步全油门 哦 它涡轮增压的感觉一起来之后啊 又马上有那种柴油车的那种 低速高扭力的一个感觉哦 这台顶级七人版啊 它独有的设计就是这个双色的内装哦 可以选择三种颜色 这是顶级七人座才有人 但如果你买的是经典或是豪华或是尊贵的话呢 可能就是全黑的设计 如果是我 顶级的双色 皮质完全不一样 而且质感倍增 好非常多 Colomb车尾呢 这边呢 则是俐落简洁的欧峰造型 但很多人会问哦 后面这边怎么没有后雨刷设计啊 不 它隐藏在了尾翼下方 藏起来之后呢 不只是雨刷寿命变比较长 而且后面看起来 也更加的简单俐落 有设计感 这台Colomb车尾呢 全车有五个USB充电座 包含了前面 两个充电座 还有一个USB的插孔之外呢 这边也有无线的充电板 而且呢 后座 它则是可以利用了后椅背 隐藏系的这个USB充电座 两边都有 非常好用 后座也可以了 欢乐不断点 OnewColomb车尾 原厂说的GUV 就是综合了MPV的空间 还有SUV的它的底盘的高度 所以它的离地高呢 达到了220公里 换来是呢 它进出的门槛高度呢 就比起它的对手SINA高了2公分 如果是老人家进出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还有旁边这个把手 它是设计给成人拉的 不像SINA一样 它是下面还有一个 迷你的把手 用小孩子拉的 这些都是Carnival的 后座这边的小小缺憾 顶级七人座才有的 这个Automan的座椅啊 它必须要往中间靠起之后呢 才能够一键 启动这个轻松的模式 但有个问题哦 它没有速导速寝 所以说如果说 它的轻松模式之下 后面要进出 中间唯一能够通的走道 完全被封死了 所以说呢 Automan 5G 对第二排的乘客呢 非常友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第三排的乘客的话呢 启动呢 Automan座椅 就无法进出了 车内搭载了 双12.3寸的多媒体的荧幕 但是这中间的多媒体的荧幕呢 它唯一的选择是全英文 就算你进了语言里面去选择 它也只有英文而已 什么意大利文 日文都没有 更别说有繁体或简体中文 只能够有英文的设计 ONICALVA的全车都是科技感 但唯独这个前雨刷 它既不是软骨材质 也没有减低风阻的设计 而是这个传统的硬骨雨刷 这宛如回到了20年前的科技吧 硬骨雨刷耶 TIA ONICALVA它的中传设计很漂亮 但是呢 这个排挡座呢 有点像J-Guard设计 方向盘有点像Audi 中间的这个仪表板有点像冰水 如果能够多一点Key啊 原厂原创设计的话 我相信会更高 在这里 这几个月还会更高 是这个部份 更高的传统 在这部份 在这部份 收藏 一部钟 用厚的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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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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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